我可喜欢男孩子了 hell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行长 最近的社会恶性事件热搜 几乎成了中国女性遇害基金 好多姐妹在微博表示 日常恐难 每日一个恐婚小技巧 新一天的艳难 别看各种新闻 天天搞性别对立 其实我可喜欢男孩子了 有礼貌有温柔 还谦虚的男孩子 谁不喜欢呢 哎 你 你不喜欢 咳咳 还是先来复习复习 最近都发生了些什么 杭州失踪案被证实 来女士被丈夫碎尸 扔进了化粪池 无锡17岁女子被当街割喉 伤求女子因不堪丈夫家暴 少了逃生至下肢瘫痪 4岁女童被五旬男邻居猥胁 至全身伤 最近还发生了什么 河南松县前男友当街打死前女友 还有很多很多 我记不清了 欢迎姐妹们在评论和弹幕里补充 关于网上大量恐难言论的合理与否 我们先不讨论 我们先聊恐难本身 世界上真有恐难症这种病 看图 从生物学角度 至少证明了恐难症的事实存在 但毕竟是极少数 那从社会学角度呢 现象及恐难情绪是如何产生的 女孩子们到底恐的是什么 而且为什么一说起恐难 就会有一大批的男性跳脚 我恐香菜恐深海 为什么有人骂我 还是因为香菜和深海没有嘴 来我们一个一个聊 先聊恐惧 无论男女出于本能 我们就是害怕比自己强 不可控 可以威胁到自己的人 或者鬼 或者未知 而男性相较于女性 唉 我都不用说女性的伦理困境 就单说两者的力量差异 从所都知 我的男朋友高大 帅气 魁梧 面对如丝高大魁梧的男朋友 而他 有要打我的可能 谁不怕 就像你是个男的 你会选择干翻对面的 是把心格吗 所以 男人的生理构造 注定决定了 他们只要起了杀心 就能轻松杀死同龄的女性 而我们作为女孩子 就是天然处于历史 唉 大家从小到大的经历都差不多 唉 我先来几个 中学时候被恶臭男同学言语骚扰 甚至动作猥亵 坐公交被陌生男性贴 还有什么 只是态度比较友善 就被网约车司机加微信说我喜欢他 还有什么 发现前男友和他狐朋狗友讨论女生 而且言辞极其的不尊重 姐妹们随意接龙哈 我估计能接个通宵 咋 这都不能孔啊 只许周冠恶臭 不许百姓孔婚 尤其吸 拐卖 猥亵 性侵 家暴 甚至虐待 等等的社会问题 大概率都是由男性引发的吧 那这些社会新闻一上热搜传播开来 不论男女都会对这些陌生的男性产生恐惧的呀 而女性相较于男性又更加的感性 对潜在威胁的记忆力也会比男生要好一些 所以一个女孩说她恐难 不合理吗 我很疑惑 规避风险这件事有错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她发现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 强暴一个女生 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 连她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 罪恶感又会把她赶回她身边 这句话真的看了就心痛 这是当下真实的结构性不公 和女性赤裸裸血淋淋的伦理困境 三年雪传死刑不亏 老子强XX要得到她 这种话我们听的还少吗 女孩子到底恐的是什么 是简单粗暴的男吗 是恶臭的垃圾 蛆和脑残 来 给还没见过蛆和脑残的幸运姐妹们 展示一下这个世界的丰富吧 这些图看得我心梗无数次 恐惧是每个人的正常情绪 我不明白为什么总会有人说 你不敢恐惧 因为这样会导致性别对立 你不应该感到恐惧 因为这样对全体男性不公平 而且没必要害怕 这都是极少数 你过度应激 就是因为女权的恶性传播 对不起 本身我没有那么重的使命感 女的不嫁男的 不生孩子就是性别对立了 女的不嫁不生 不就是一种规避风险的方式吗 又不代表女孩子仇视所有男生 难道男女之间 没有一纸婚姻就是仇人吗 明明这些恶性的社会事件里 我们能看到的是 一部分反人类 低素质的男性 滋生了部分女生的恐惧 就先发致人说 权势就开始打权了 女权警告 这个逻辑我真的接受不了 因为如果是女生的言论 或者行为导致男生说 我恐女 那我也表示理解和尊重呀 差一句啊 据说杭州沙漆案 案发那种楼 其他住户都已经搬走了 只剩下两户还亮着灯 我很好奇 恐惧跟是不是女权 有毛关系啊 怕鬼都能接受 那怕人有什么好奇怪的 说到就孔男这件事而言 唐长觉得只是个人选择 部分女性 孔的不是男 孔的是婚姻霸权 孔的是男性的体力压制 孔的是现在不友好的大环境 孔的是一旦结婚 就像踏入了球笼 孔的是婚姻让自己 成为了合法的附属品 这些难道不值得孔吗 值得 最后 唐长很希望各位姐妹们 可以保持清醒 不要被大量营销号的性别对立论带了节奏 他们为了流量 毛头直指婚姻 让本来美满的家庭 心生贤习 提防伴侣 互相猜疑 造成不必要的论理困境 更重要的是 转移了事件的焦点 因为对女性身心权益 制度性的保护的缺失 和针对女性犯罪问题的关注 才是我们当下最需要做的事情 我们要做的是 慢慢去解决 结构性的故宫 而这件事情 是要靠男女一起来解决的 不是靠互卖来解决的 让我们团结一点 我恐香菜 你恐深海 但这并不妨碍 我们爱对方 对吗